真正发心 是父 发心 是父毁灭 正法救助 那你从哪做起 你要从孝养父母做起 你不从这里做起 学一辈子 学不到东西 孝养父母从哪里做起 从弟子归做起 你把弟子归里头 113桩事情 都落实到生活了 你的孝道就差不多了 孝生父母的 不会不尊敬长辈 不尊敬长辈 不尊老师 那就是不孝父母啊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梗 从五四运动以后就没人再提了 不但看不到人呢 去做 说的人都没有了 外国人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 知识 常识 中国人连这个也不修理 所以传统文化 现在中国人感到很陌生 还不如外国人 外国人还懂得一点皮毛尝识 中国人连这一点皮毛尝识 都没听人说过 这个事情真难 真不容易 点击文信都在 没人学了 更没有人 一教奉献 可是我们要想 自己这一生当中不空苦 自己一生的生活 真正是很充实 很幸福 很美满 那不学习圣仙教会 不学习佛法 你得不到 不学习惠圣仙教会 不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